那你在伤害你的心 就是因为他不圆满 我如何保护他 跟他沟通 让他圆满 你就不浪费这个事情 如果你指责他 错错错错错 那你就伤害你自己 对对方也没帮助 就要有一点耐心 要继续念佛 要继续用佛的思维 虽然我现在在讲话 但是我是用佛的思维在讲话 我不敢用我的想法